你要買多少 你是要買 你要說 一萬塊 不要鬧啊 有請怎麼會叫你買點數給他 披著灰色語彙的年輕男子 坐在超商裡 賴著不走 因為買不到一萬元的遊戲點數 他真的好不服氣 不然是200元是詐騙 是詐騙 怎麼樣都不會叫你買點數 遠景到場好說歹說 他還是不肯離去 就是不肯相信 打電話來的郵局專員 竟然是詐騙集團 來 我們到開始 他那個愛國 10號晚間基隆一名張信男子 到超商購買一萬元的遊戲點數 但就在結帳的時候 超商店員相當機靈 想起警方曾經宣導 如果有民眾購買大於2000元的點數 就有可能是詐騙 於是這名店員刻意不結帳 並立即通報警方 成功攔截這場電話詐騙 張信市民他滿奇怪的 購買了一萬塊的點數要付款 他還是執著著說 一直跟著那個電話在通話 遠景到場之後 他才慢慢相信 這個是詐騙電話 張信男子向警方公稱 因為郵局專員來電 說他的網路購物 被設定為分期付款 才會依對方指示購買點數 還好超商店員反應夠快 才沒有讓這一萬元 跑進詐騙集團的口袋 記者基隆綜合報導